自从来了南淮啊 我最开心的 就是同你和羽然在一起的日子 有时候我也会想念草原 我最开心的 小年阿爸 可迎接到你们 我好像觉得 哪怕一直在南淮生活下去 不是一件坏事 李国公 第二刀 我接了 从小到大 我们依靠过什么人 也没谢过什么人 但是 谢谢你 谢什么谢啊 我们是朋友 阿苏罗 我一定会回来的 好 我等着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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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帮将军 我知道你会来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凡人醒悟 永远也为事为晚 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抵挡住权力的欲望 没有人赢 拿好你的枪 枪锋化之处便是疆土 入阵 是 是 西眼 放弃吧 你等不来救兵的 西某又何尝不知 你应该知道你拦不住我 那可未必 你是个将才 可惜了 没什么可惜的 西某也是凡夫俗子 只是懂得一些粗浅的道理罢了 为将 就得听令 封阳战 封阳战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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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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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研 铁研 木犁将军 苏玛 还真是场硬仗啊 九功不破 没想到这个西眼如此难缠 公爷 公爷 我突然有种担心啊 什么 如果他们进攻咱们的大后方九元城怎么办 九元城 九元城有世子建国 而且地形一守难攻 可世子并非沉着应战之人 你是说 在现在如此胶着的情况下 他们会派出一支队伍 去进攻咱们离国的九元城 如果我是公爷的对手 一定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百里景洪是奉了帝都的命令 在这儿死守 他不愿也不敢得罪我 若是帝都看到古碑口陷入拉锯 命百里景洪进攻九元呢 那我就回禀九元城 掀灭了夏唐 再上帝都 这岂不是更方便 说实话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百里景洪 不是西眼 而是咱们的那个国师 雷碧城 对 朕尔对他太信任 这没什么好处 那公爷想怎么做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继续前进 我们越是向帝都推进 诸侯们就越恐惧 离国就越安全 我们一旦停下来 离国就危险了 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 那就让你们有来无回 攻城 交收 不给我杀 给我拦住他们 快